今天跟大家分享练习太极拳时转身动作的一个要领 那么首先我们以这个闪通背转严手拱拳这个动作为例 给大家做一下,大家看一下 好,闪通背,然后卷严手拱拳 右手逆缠,左手顺缠,上棚上下对撑 合左胯扣左脚脚尖 重心左移,同时领右膝向上伦臂提膝 转身,正脚下沉 开左部,左移重心,右移重心,蓄力下沉,充全发力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不是有了一个非常难的单脚为支点 进行转身的一个动作,对不对 好,那么这里给大家分享 我们在转换身法的这个转身时 一定要记住,我们大部分的转身都是以脚后跟为轴 来进行身法的旋转 个别动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左右擦脚的这些 可能会以这个脚尖为轴 我们以脚后跟为轴旋转时,主要是利用腰当胯的松尘 这个时候,老师们应该都听过那个 我们的尽力都是从脚底上到稍结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那么当我们在以腰胯为松尘点时 你的脚下会进行向下升根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在转换 虽然你将前脚掌微微翘起 那么过程当中你的右脚跟随着你的松胯下沉 它会像一个钻头一样,还是扎根于地面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有几个技巧 头顶领近,立身中正 身体不要去歪斜 如果你在转身的过程当中 撅屁股,弯腰 那你在转的时候你肯定就站不稳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要在以脚跟为轴的时候 转身也是要头顶上领 立身中正 松胯下沉 不要将腿蹬直去转 因为当你将膝盖蹬直时 你的重心会随着你的臀部向后去倾 所以你也会站不稳 那么我们就总结以下几个点 身正 胯松 腿曲 重心下沉 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做 做好一个转身的一个转体动作 那么同样再跟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如果像旋风脚这样的这种转身 以前脚掌为轴的旋转动作 怎么样才能转好 前脚掌旋转 我们就需要注意 在走动的过程当中 结合咱们以脚跟旋转身体的一些要求 身正 头领 跨松 不要把身体做的歪斜 或者是把整个身体去顶起来 当我们在转身做旋风脚的时候 你把身体整个引起来之后 你的劲会向上去须 脚下会空 也是同样违反了咱们太一拳当中说的 要进成脚底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不管是前脚掌 还是后脚跟围轴去旋转 我们都要松跨 屈膝 伸正 这样才能做到一个好的转体动作 那么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太极拳当中转身的一个技巧 盛世太极陪你一起练太极 记得点击关注哦